也就是在两个多月以前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黄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在此之前韩国瑜一面倒的赢这个蔡英文 那么经过了两个月前这个死亡交叉了以后回不来了 你可以发现两个人就这样交叉过去以后 民调就这样差别过去了 那到现在苹果日报是第六个多礼拜赢 而且比上个礼拜还多赢两个百分比 13.4百分比 别忘了我们就历经两个国家的断交 没有错 再加上南方澳大桥的断交 没有错 那国家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但是站在这个民众的立场上面 他对蔡英文的这个支持率没有降 但是他对韩国瑜的这个支持率降了之外 不看好度跟讨厌度上升 那如果判文去韩国瑜的话 那如果不喜欢我的你就不要投给我 那你就落选了 我讲真的因为都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不过我倒有不同的看法是有关于不表态 说是三成一嘛对不对 31.1 其实在扣13% 其实只剩下大概18%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31%里面 有百分之13的人 不投韩也不投蔡两个人 你这13%的人非常清楚 那其实就是表态了 这就是表态 因为不支持也是一种表态 那他们两边都不支持 我们民调不是 我们又不是北韩 北韩也没有百分之反应 两边都不支持 你就不需要再吸引他 对他们就反正我就 我是13% 你两个都摆倒了 所以不表态其实18% 我可能去交友 你知道我可能在家里看电视 反正我就不去 我可能出国去玩 反正这13%把它扣掉 剩下18% 好 现在正在国民党 我看国民党今天出来分析说 他们要想办法把这个18%拉回 把这31% 其实只有18%的拉回来 好啦 如果你能够全部灌在你身上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有逆转性的机会 不过他们的理由 他蛮有趣的 把一切全部怪到郭董身上 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因为他造成分裂 所以郭台铭造成民调的低裂等等 那不对啊 我觉得我们自由党在 郭台铭已经不选了 这不是啦 郭台铭已经不选了 那照理来讲 郭台铭绝大部分应该回到蓝营 全没有 我觉得这个才是 那么韩国瑜阵营 他们自己本身 本身本质问题其实在韩国瑜自己 那你也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 韩国瑜其实 你说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个动作就好了 从昨天晚上韩国瑜扩大连检 到今天早上拆违箭 然后下午 不知道中午还是下午 又接见的日商 这次不仅穿西装 然后还这个名片都准备好了 还很严谨的讲话之外 还一边幽默的言语 他就是要补足上一次对日本客人的那种 被人家阅语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想在这个地方反败为胜 不过时间已经太晚了 过去九个月如果你这样做 未来三个月你继续这样做 那你可能有机会 不过如果他马上就要请假高雄没市长 那怎么办呢 41个民调了 小英中赢嘛 对 大概赢现在大概都两位数 10% 12% 可是网路投票 郁总是怎么办呢 我刚才讲得好 这就是说第一个韩粉很团结 他们会去灌票 这灌票吗 这种民调就是这种网路 这个民调都不是 这个是网路投票 那韩粉在社群就是疯传就是说 我们要去帮韩国瑜加油 所以他呈现出来就是说 韩粉还是很团结 但是这种东西就类似像这个 之前这个更好笑 这个是桃园孙先生的街头民调 他街坊他去秦天宫 桃园新竹大圆摆台北市公馆 然后就找人随机问 然后问出来结果他们说 平均值来讲的话 韩国瑜是55% 蔡英文是31% 路上他直接抓人问的 这个这些东西 街头的样数太少 对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 从科学的角度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 这个取样是有问题 但从韩粉的取暖来讲 这个是有效的 我觉得说他们这个东西 在社团里面 大家给孙先生鼓掌 就是说孙先生很辛苦 然后去路上找那么多人访问 然后包括这种暗战的这种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凸显说 韩粉他们还是很团结 他们还是相信韩国瑜会赢 所以他们我还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说虽然他们现在民调上 好像输蔡英文10% 但是你要知道 韩粉是 虽然韩粉是投票率是 几乎是百分之百 他们每一票都会投进去 但是你蔡英文你年轻票多 你年轻票都不代表你会投 那天可能看个电影什么 吃个饭就不投票了 所以韩粉现在是给自己 这样强大的心 所以他说不管外面怎么嘲笑我们 他们韩粉也知道外面在嘲笑他们 他说我们没关系 我们团结一心 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1月11号 就是逆转蓝天 我觉得我们没有嘲笑 我们是一样一样的讨论 教育动交流 你知道这 bend 走路 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